歡迎收看美國之音 V.O.A. 為一次六四三十四週年特別節目 我是凡東寧 從美國首都華盛頓為您現場直播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說 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今天在節目中我們為您邀請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 倖存者以及海外流亡作家和大家一起來回顧記憶六四的這段歷史 並從中反思探索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道路 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們通過美國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留言 發表您對六四的記憶看法 或向我們今天現場的三位來賓提問 好的 不過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美國國務院 今天針對六四三十四週年發出聲明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89年6月4號 判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 殘酷鎮壓和平的中國親民主抗議人士 以及旁觀者受害者的英勇不會被忘記 會繼續激勵在世界各地倡導這些原則 美國將繼續在中國與世界各地倡導民眾的人權與根本自由 另外六四紀念館昨天在紐約的曼哈頓開幕 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 中共當局正在盡一切力量消滅歷史的記憶 在這個時候保持歷史記憶就是對極缺的抵抗 來看報導 在歷時八個月 籌集五十萬美元後 六四紀念館終於在紐約曼哈頓找到了新家 由於香港六四紀念館屢遭香港政府打壓 在二零二一年被迫關閉 紐約的六四學運領袖決定 將紀念館搬遷到曼哈頓中城 六月二號 在紀念館的開幕式上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表示 越是在困難的時刻 越要堅持戰鬥 我希望在這個敏感的日子裡 大家能夠想一想那些付出的生命 或者其他代價的英勇們 六四紀念館佔地兩千尺 一進展館最先映入眼簾的 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 爆童的題字《六四紀念館》 這幅題字實際上是爆童去世前 最後一幅書法作品 紀念館創立人王丹說 在時下中國變得越加不自由的背景下 開放這個紀念館更有意義 紀念館還開闢獨立展示 展出與香港反送中相關的產品 紀念館發起人也是八九學生領袖周峰所說 希望該紀念館記錄六四之後 中國的其他民主運動 因為無論是反送中還是白紙運動 都是六四的延續 當一個政權可以用坦克 在舉世矚目之下 在首都屠殺人民的時候 這個政權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 它可以殺西藏人 可以殺維吾爾人 它可以把香港的自由剝奪 它將來對台灣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這個 要提醒全世界主義的 就是中國是不能迴避民主化的問題的 美國國會議員克里斯·史密斯的代表陶智表示 有種說法 民主不適用於中國 民主不適用於亞洲 這樣的說法是錯誤的 李桓宇和習近平 當他們說 亞洲人和中國人 他們不懂得知民主 那是假的 那是謊 他們說看台灣 看台灣 當我去台灣 1988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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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被提升了 這不是一個全民主 但是在時間 它改變了 致力於傳揚六四精神 籌委會面臨的困難還有很多 經費就是首要難題 紀念館館長余大海表示 希望籌得足夠款項 將紀念館永久化 美國之音記者遙遠九島 紐約報導 就在六四紀念館開幕當天 示威者冒雨遊行 前往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抗議 抗議的遊行隊伍中 既有當年被中共通緝的學生領袖 也有不少年齡和那時候的學生領袖相仿的 00後青年 來看報導 週五六月二號傍晚六時 抗議者從六四紀念館旁邊的小公園集合出發 抗議者展示了一幅長八米的巨大橫幅 這是兩年前被香港政府從港大拆除的六四紀念雕像 國殤支柱的銅尺寸圖片 從洛杉磯飛來紐約參加紀念活動的張伯利牧師 是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在香港民運人士幫助下來到美國的 34年過去了 我們想到當年追求民主 跟今天一樣 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 一代又一代的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 但是我們就要這樣堅持下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在會上講 我說我們要首先是堅持 記憶 永不遺忘 永不放棄 一直到中國世界民主那一天 六四的英靈得到平反的那一天 得到安息的那一天 很多90後年輕人參加今天六四紀念活動 表明中共竭力將這段歷史 從人們記憶中抹去的努力並不成功 來美還不到一年 22歲的郭長俊 兩年前通過翻牆了解了六四真相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紀念六四活動 22歲的布魯斯通過翻牆看了一些 介紹普世價值的書讓他對中國的現實產生了懷疑 紀念六四抗議中共的遊行隊伍由東向西穿過曼哈頓 一度遭遇一場陣營但並不能阻止抗議者的高昂情緒 他們一路高呼口號前往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 美國之音方斌張真紐約報導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舉辦了六四燭光晚會 與會者包括港人藏人和維吾爾人 他們希望在美國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傳承六四記憶 並且提醒美國政府加大對中共的壓力 來看報導 六四事件三十四週年前夕 美國華盛頓悼念集會上 人們點燃燭光為死者默哀 前國會議員沃爾夫在六四事件後 赴北京探視被當局監禁的示威者 在1989、1991年 總統克里斯斯瑪斯和我 在北京監禁的第一名 我們在那裡遇到一個監禁 我們看到人們製造袋 沃爾夫表示 當前中國人權狀況比當年更糟 美國虛加大力度應對中共的 侵犯人權行為 餘會者包括港人、藏人以及維吾爾人 國安法通過後 香港不再有集會空間 他們在海外延續這份記憶 鳴記六四 當然很希望大家可以 持續關注香港的情況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也是希望大家繼續可以鳴記六四 而且也繼續利用這種去 希望類似六四的這種 人權的這種違反人權的行為 也不要再發生 特別是現在我們看到 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 還有西藏的人權侵害等等 都一直在進行 所以我們很希望各國的政府 還有自由世界 都可以真的把他們的諾言 還有對我們的族群的支持 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連在香港都已經不行了 國昌資助變成了 有威脅國安的一種危險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我們在自由的土壤 呼吸自由的空氣 我們有這個權力 有這個能力可以對六四進行紀念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最低限度的 一個反抗 我們維持著這個記憶 我們每年不斷地來參加 告訴大家說這個事情很重要 告訴大家說為什麼我們應該要重視 我希望的是六四變成只是一個系列活動 在未來它變成只是一個系列活動 叫中國民主運動 我們可以看到說六四白紙運動 還有更多還有更多還有更多 直到他們成功 美國之音許香榮華盛頓報道 而今天在美國之音位於華盛頓的演播室 我們為您請到的是六四的倖存者 也是當年清華大學大四的在校學生 李恒卿先生 李恒卿先生歡迎您 你好 多年謝謝邀請 好 那另外同樣也是當年 在這個天安門廣場前的六四學運領袖 台灣立法院人權委員會的秘書長 吳爾開希先生呢 則是從烏克蘭的基辅通過視訊參加我們今天節目 吳爾開希先生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的 我們也請到了流亡作家蘇小康先生 他是從馬里蘭州通過視訊參加我們今天特別節目 蘇小康先生是和尚的總撰稿人 也是鬼推墨藝書的作者 蘇小康先生 非常歡迎您 你好 東妮 觀眾朋友好 好的 我們也歡迎觀眾朋友們通過美國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和我們互動 向上三位嘉賓提問或者是發表您的看法 不過首先我想先請教在烏克蘭基辅的 吳爾開希先生 今年六四您仍在烏克蘭的首都基辅 我知道您之前還訪問了東歐各國 並且在香港轉機 這些行動和這個行程 對您今年今年六四三十四周年 有沒有什麼一個特別的意義呢 烏爾開希先生 能夠在香港轉機當然是一個 各國只要能夠出國都還蠻希望能夠在香港轉個機 很多朋友問我說難道不擔心這個危險嗎 那我是覺得如果我真的有幸能夠在香港轉機的時候 能夠因此可以加入到那些抗爭者的行列 能夠受到被香港逮捕也算是榮幸 那當然每次雖然不見得那麼容易如願 但至少經過香港的時候我會通過網路轉達一下 我這個時候是離香港最近 新離香港最近的這樣的一個心願 那麼至於來到東歐的這些國家 我當然主要的目的是來烏克蘭 經過其他的東歐國家也是順道 因為也是跟這個職責吧 就是我現在作為一個立法院人權委員會的秘書長 也是一個少數可以來到東歐 來到這個尤其像烏克蘭這樣國家的 這個台灣的準政府辦官方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能夠希望能夠提升跟這些國家之間的交流 那麼我是像這次我來能夠有機會跟基辅的市長 能夠跟奧克薩的市長 能夠跟烏克蘭紅十字會的這樣的一個接觸和見面 也是在做一個這種辦官方機構的一個拓展 所有的這些行程能夠到最後是導致我6月4號這一天在烏克蘭 可以是說它其實不是一個刻意的安排 是在過去前幾天的時候 本來我今年的計劃還是要在日本參加六四紀念活動 但是在五六天前跟他們溝通 我說希望我這次能夠在烏克蘭停留久一點 希望他們能夠理解 所以跟他們調整時間 同時在烏克蘭期間 我們現在是6月4號的凌晨一點鐘 那麼明天白天6月4號的白天 我們會我會在烏克蘭跟這個烏克蘭叫做 National Museum of Revolution of Dignity 就是烏克蘭橘色革命烏克蘭的廣場革命博物館 是 與這個博物館的主任 以及烏克蘭的另外一個公民團體 叫做Civil Liberty Center 就是公民自由中心 這個團體和它的負責人 Olexandra Matichuk 是202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機構和獲得得獎人 我們明天將會在這個 Mai Dan Museum就是廣場博物館 共同舉行關於六四紀念的一個紀念活動 我想這也是特別有意義 因為烏克蘭 我們知道烏克蘭現在的狀況 就是烏克蘭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 遭到俄羅斯的入侵 在過去這一年多全世界都在反省 這個最重要的反省的內容就是 我們在面對強權對於他國的這種侵犯的時候 世界並沒有能夠傳達一個堅定而強烈的反抗訊息 而這樣的一個教訓 其實34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屠殺發生之後 世界就犯了這樣的一個錯 那麼幾十年以來 今天我如果能夠跟烏克蘭的反抗者 站在一起表達一個共同的聲音 我相信這個世界也許在今天就可以聽到我們所傳達的訊息 面對專制強暴者 我們必須要展現出堅定的和反抗的意志 和共同的團結 這樣的一個訊息 才能夠有效的阻止下一次對自由的強害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訊息 在烏克蘭能夠在6月4號這一天 和諾貝爾得獎人一起傳達這個信息 好的 非常感謝 在今天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烏爾凱奇先生 今年在基辅今年六四真的是非常的別具意義 不過我們回到華盛頓的博士現場 要請教的是李恆青先生 您當年是清華大學化學系的學生會主席 您見證在這個廣場上最謝心殘忍的一幕 當這個中共的坦克從學生身上輾過去的時候 也改變了這個中國整個發展的軌跡 現在是從鄭小平已經進到習近平時代了 反思這個六四當年在廣場上 您的同學 您的戰友 他們沒有完成的這個中國民主的目標 現在三十四年之後 能不能找到一個更清楚的路徑了呢 我想應該說這個六四 1989年六四那天一開槍 實際上十六月三號一開槍呢 這個中國通過正常的渠道 推動這個國家的這個正常的這個自由民主的 這種改革的這種這個大門啊 就應該是已經關上了 就徹底的關上了 應該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 中國開始進行這個改革開放 最早的時候是在農村 後來又推到了這個城市 在這之後呢開始呢進入了這個 因為各種各樣的矛盾就產生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呢就開始呢 要討論這個政治的改革 而那個時候啊 中共黨內呢有這麼一大批 以這個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 這麼一批領導人啊 他們呢還是就是有很大的那個雄心 希望能夠通過改革開放 然後呢逐漸的使中國共產黨呢能夠融入 接受這個世界的這個政治文明 然後逐漸的走向了這個民主和法治憲政的 這樣的一個一個國家 所以呢這是他們當時的一個一個想法 但是呢後來六四呢 這一開槍就什麼東西都改了 什麼東西都改了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說啊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 最後把這個坦克機槍最後拿到這個 這個首都北京的這個天安門廣場上 公開的屠殺這個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士兵 這個時候啊就揭開了兩個兩個這個非常荒謬的這個 這個謊言 第一個呢就是中國共產黨是被人民服務的 第二個呢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 這兩個謊言啊被徹底的揭開了 然後開槍以後啊應該說呢 這個中共啊這個政權 還有呢當時這個決策六四開槍的這個這個 這個決策者鄧小平啊 那個時候呢他開始呢就是非常的緊張 最後他已經呢要重新要去謀求要重建 共產黨的這個執政的合法性 尤其是鄧小平 他呢需要捍衛他從改革開放以後的他的一個歷史定位 他特別希望啊能夠在歷史上能夠確立他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保住這個定位 所以那個時候呢他就做了一個基本的一個判斷 那就是中國呢只有把經濟搞好 只要能夠把經濟搞好 那他那個定位呢還是有希望的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情一個壓力之下或者是他從這點考慮啊 後來呢就有了他那個九二南巡 還有曾經提到過的說誰不改革誰就下台 嗯 在這個壓力之下 那鄧小平的壓力之下呢 就使得江澤民做了一個大的政策調整 那就是什麼就是悶聲發大財 哎他這個悶聲發大財就是向所有的人都向前看 所有的中國人都向前看 所以從那以後啊 中國的這個就變成了一個腐敗之國了 就完全變成了一個腐敗的一個一個狀況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應該說叫經濟是自由的 但政治上一樣是專制的 始終是專制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啊應該說啊 通過逐步的建立民主法治憲政 把中國呢最後呢變成一個公民有自由 政治精英呢有民主的這種狀態啊 這樣的一種像現代文明的這種 這種理想啊基本上就破滅了 就沒有沒有可能性了 所以在這種時候有人就說了 那這個時候呢是不是因為 在當年八九年學朝的時候 正是因為這些學生不聽勸告不聽話 你們一直堅持在廣場的堅持 所以才使得中國最後政治改革倒退 其實是非常荒謬的 學生能做什麼 學生表達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追求都不可以了嗎 要讓政府最後拿著機槍和坦克上街 來殺人嗎 對吧 所以是完全錯誤的這種這種觀點 真正打破這個這個歷史的這個走向啊 實際上是因為政府的殘暴 所以正是因為這一點啊 應該說換句話說啊 就改革的路啊 基本上不通了 改革的路不通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應該說 目前我們都看到的啊 在中國兩極分化非常的嚴重 壓迫啊 現在在不斷地在積蓄這能量 應該說社會現在呢 已經是一直在呼喚的 已經不是改革了 是革命 所以目前來說 應該說這個革命呢 應該說也是我現在所看到的 中國未來啊 應該說走向未來的一個 唯一的一條出路 蘇巧康先生 您怎麼看剛才李恆清先生講說 從西求中共內部的改革 到現在可能是呼喚革命啊 其實我們回顧過去這一百多年 中國一直存在著兩種改變的方式 一種是孫中山先生的這個辛亥革命 那麼另一種就是所謂的漸進改良了 那麼過去其實也曾經有過這個 告別革命的呼聲啊 您認為現在此刻是六四三十四年過去了 您怎麼觀察這兩股思潮的改變 您同意剛才李恆清先生所說的嗎 恆清講得非常好啊 中國經過六四 這個被共產黨被鄧小平 在淹沒在雪波中之後 中國有三十年的經濟起飛啊 這三十年經濟起飛 所以確實在中國建構了一個更加獨裁的 但是也更加厲害的專制 所以中國現在 中國已經沒有任何其他的前途了 這些年來 民間一直在議論一個什麼東西呢 叫做辛亥革命 那麼我今天要講講呢 這個辛亥革命在今天其實也是面臨著一些困境 啊 這裡我要特別提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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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次谈话 国内封杀了以后 被香港的董乔先生拿去刊登在苹果日报上 余先生你知道 余先生从89年开始 他是一直在讲一种叫做批判激进主义的 就是保守主义的思潮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来源 可是在他的晚年 他一改他过去的看法 大提辛亥革命 他梳理了辛亥革命是因为满清王朝 也就是西太后不肯改革而造成的 其实余先生的话就是在讲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当年的满洲党 他不肯改制 因为从89屠杀以后 刚才李恒金讲了 中国改革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所以中共就等于当年的满清王朝 所以中国没有别的前途 只有回到辛亥革命 那么非常有趣的是 当时中国出现的共产党的第一个对手 既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海外民运 而是一个流亡富豪郭文贵 大家都看到了嘛 说美国之音的龚小夏也对他做了一个访谈 这个访谈被美国之音当局自己把他卡掉的 后来明镜的陈小平也采访他 在油管上 在YouTube上采访他 整个油球被中共瘫痪掉 所以你可想 郭文贵对中共制度腐败的揭露 当时对中共造成的巨大的挑战 我这里不是说郭文贵有多了不起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 后来出现了王君涛的一句话 王君涛叫做精英与痞之赛跑 他在国内就讲过这句话 果然王君涛到海外就遇到了一个痞子 非常有意思的 好 我们就回到辛亥革命 这就是我讲的辛亥迷思 所以到辛亥迷思上来 我当然不认为爆料可以爆垮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集权 但是中国民间没办法期待陈胜吴寡 老百姓现在广是雇着赚钱或者谋生 对吧 我们没有看不到陈胜吴寡 但是我们难道连孙中山也没有办法期待了吗 这就是我所说的辛亥迷思 好的 那么吴尔开希先生您从你在基辅 您怎么看刚刚所谈到的 这个改革大门似乎已经关上 现在有这个辛亥革命的迷思 是不是真的到了要呼唤革命 革命前夜这样一个时刻 我想请教吴尔开希您的看法 其实我想我们34年前以和平情愿的方式走上街头 面对一个同时也是号称强调改革 强调开放的政权 我们觉得我们大概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其实80年代共产党也没那么让人讨厌 但是也因此才会有我们的当时的这样的误会 对共产党的误会 觉得他们是真的要改革 那后来我们的和平情愿所面对的 当然就是血腥镇压 从那之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权 等于不断地强化自己 使它成为今天的这个全世界 所面对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专制政权 说实话再要求中国的民主运动 再要求中国人民能够推翻这样的一个政权 一个进行任何革命都变得很渺茫 都变得很辛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十多年前我记得我 有机会在国际媒体发音的时候 对国际社会的呼吁都是说 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我们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是我们民主运动的责任 但至少我们希望西方民主国家 不要占到历史的错误面 不要占到我们的对立面 34年前你们支持 国际全世界都支持过我们 你们也曾支持过我们 今天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坚持 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 继续支持我们 但其实过去十多年 我的言论已经不断在改变 我已经不会再说 改变中国 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只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责任 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 对全世界的威胁 跟世界的对中国的这个姑息 养奸 对这样一个绥靖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所以可以说民主社会在过去几十年来 犯了严重的政治和道德的错误 导致了我们今天全世界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挑战 也因此从政治和道德的立场上 世界是有责任结束中国的这个一党专制 那我通常还会最后还补一句 这个也符合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利益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 它有一个最大的这个 就是作为民主的 副作用民主的半生流 就是一个半生的一个毛病 就是这个通常视野会比较短 每一个政治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者 通常决策的视野只看四年 也就是看下一次连任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可是当西方国家有个好处 这个决策者看四年 但选民可以看得更久 在民主国家里边 决策者拥有很大的权力 比决策者拥有更大权力的是选民 当选民看到了中国 目前成为了一个对他们子孙 都已经是一个具体的威胁的时候 尤其这也是我们当年天安门的幸存者 不断要强调唤醒这个世界 让他们看清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这几年 无论是因为香港 因为香港人的勇敢 还是因为维吾尔人的牺牲 还是因为新冠肺炎 导致这些西方民主国家 自己的城市街道家人朋友的这种陷落 使得他们看到了 这个必须要调整他们的对中国政策 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调整 那么而西方民主国家 那面对一个中国来讲的话 是又要比中国要强大的多的 也许今天苛责 也许今天苛责 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承担 改变中国这个政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是太过不现实了 但是唤醒全世界 对中国采取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这个是我觉得不仅是现实 而且是正在发生 这也是我人在乌克兰感受到的 一个很强烈的讯息 就是乌克兰的今天面对侵犯 就是西方国家所犯的一个 严重错误的结果 而我们如果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 那就是我们给强权 一定要传达一个清晰明确的讯息 就是这世界不能再容忍这样的强权 也许这样的一个讯息 才能够真正让中国走向 慢慢的这个开化和文明和自由民主 好的 回到严博士县长请教 李恒清先生 刚吴尔开先生说 这个对抗强权现在是全球的责任 不过我想回到这个内部的问题来请教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六四之后 很多人说六四是心火相传 看到现在的香港有反送中运动 有去年爆发的这个白纸运动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共 它对付这些群众运动的手法 是越来越细致和细腻了 甚至是结合了网络科技变成一个更精致的 过去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 应该把它的对人民的控制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致 现在我们都知道 它有到处都是摄像头 这个街上什么各个地方 各个角度都会有摄像头 另外有人脸识别 有声音识别 然后肢体动作的识别 它什么都能给你识别 另外再加上这三年的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它发明了很多的码 给你付码 它一给你付了这个绿码 你还可以走 黄码你就现在要站那不能动了 红码就彻底就要给你弄起来了 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个 来控制民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办法 但是好像这时候我们看到 刚才小康已经提到了 说都武装到牙齿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那你最后怎么办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你比如 现在最近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被接出来的一个案子 就是什么呢 就叫编程随想 编程随想这个人 对 阮小环 叫做翻墙教父 没错 他叫翻墙教父 但是编程随想 我们所有的人 就是你要想翻墙 恨不得都知道编程随想 非常有名 可是编程随想是谁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应该说是从2009年开始 做翻墙软件 然后在网上 他发表了100多篇的文章 他不仅教大家翻墙 他自己在不断地去做了很多的文章 然后在传播着这个真相 结果一直到了2021年的5月份 他被抓 十多年 十二年 十三年的这个时间里头 连他自己太太 都不知道 他是编程随想 所以他公开的嘲笑 这个国家安全系统 说你抓不到我 你抓不到我 所以你说编程随想厉害不厉害 真的厉害 可是 其实编程随想 跟编程随想 一个水平的 中国这样的年轻人 有一大批 只是编程随想是什么 他是最最有名的 所以刚刚 我刚刚去华盛顿大使馆 中国驻美国的这个大使馆前 那有一场抗议活动 这个是全美学子联组织的 全美学子联把今年的自由精神奖 就讲给了两个人 一个是彭仔舟 这个四通桥的彭仔舟 另一个就是编程随想 软小环 他其中就提到了一条 他就说 他呢 最后他妻子啊 最后一直到他 在2021年5月 被抓了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 才弄清楚 原来他丈夫 就是编程随想 所以这一个人啊 你就想 他以一己之力 他挑战的是这么一个 武装到牙齿的政权 他挑战了他12年 对吧 而且呢 我相信啊 这样的事情啊 会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一直老在讲一个 像这种极权国家啊 这种专制的政权啊 他是一个错误都不能犯 因为一旦一个错误犯了以后啊 他就垮了 但是像我们 我们反抗战争 专制的这些人啊 可以啊 不断地犯错误 不断地调整 不断地去挑战着这个极权 而最终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 这个叫不站在 不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上 我们站在未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 我们这个信心呢 是应该是要非常坚定 好的 感谢李恒卿先生 苏巧康先生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有讲说这个 米兰昆德拉说 人和强权的斗争 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其实就像李恒卿先生讲的 编程随着可以靠 一己之力和武装到牙齿的这个强权 就是因为他可以把真相传播出去 您认为在现在的这个自由和极权对抗当中 这个突破这个防火墙 有多大的这个力量 事实上 我美国经访问一些 中国大陆00后的年轻人 他们得知六四真相就是从这个编程随想发生的 您怎么看这个人与强权的斗争要从这个记忆六四开始做起呢 苏巧康先生 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不这么不这么乐观 因为呢 我不是很乐观 就是关于跟这个共产党的遗忘和洗脑作斗争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讲一个 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2001年夏天 我在纽约法拉圣故事馆 参加一个文革讨论会 文革 我们现在是在讲六四 其实六四之前有一个更大的 或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 就是文革 共产党一直在封杀 遗忘文革 在这个讨论会上呢 听众的提问当中 有一个少年 一个男孩子站起来问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那一会儿 就是文革那会儿是谁在指挥红卫兵啊 你看没有 他提出这么个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就马上知道 这个小孩 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 是吧 那么另外有一个女孩子 是一个女大先生 他就站起来 质疑这些发言的人 说 你们讲了 讲了那么具体干什么呀 你们怎么没有一点理论高度的分析呢 后来等到我发言的时候 我上去就讲 我说我发现呢 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限了 也就是说 五十年的历史 已经出现断层 而不是一百年啊 那么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我是同龄啊 我是同龄人啊 就是七十年 他不是一百年啊 已经有无数的断层了 所以我们在讲一个 一件事情的时候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已经不懂了 这里头呢 就让我想起了 犹太人 是怎么来保持他们的记忆 对吧 保持他们关于大屠杀 关于这个集中营 灭绝营的这个事情 不要让他被遗忘 犹太人做这件事情的 一个很妙的做法 就是讲故事 犹太人讲故事是非常高级 他们把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 那些集中营兵的故事 都拍成电影 在电影院里播放 我们都看过这些电影吧 是吧 我们当然完全不知道 二次世界大战 屠杀六百万犹太人 是怎么回事情 可是我们看了这个电影 就知道了 这叫什么 犹太人就把他们犹太人的经验 变成了一个普世的记忆 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大革命 和六四这一场学运和大屠杀 变成普世记忆了吗 没有 这是我们今后的坚决任务 面对的挑战 你不仅要让中国人知道 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关于文革 关于六四大屠杀的这些故事 我们甚至不能越过 简体中文字 因为繁体中文 台湾的繁体中文的大部分人 根本不知道这些故事 所以在中文里头 你都不能穿越台湾海峡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问题 非常多的挑战 不过我现在很快 顺着刚才这个苏小康先生 讲的这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我也连接一个 这个网友的评论 然后请吴尔开先生回应一下 我们这位现场 在YouTube聊天室的网友 叫ZYH 他说六四的疑老疑少 根本影响不了 大陆的政治进程 勿忘六四 他认为是一个未命题 因为本身就不可能被忘记 但是除了强调勿忘 又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是网友在现场 提出的一个疑问 那我想请教 吴尔开先生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的中共当局 他是极力去抹去 这个六四的记忆 像刚刚苏小康先生讲的 他清洗历史 使出文革手段 要把习近平思想 要入脑入心入魂的 这个时候 作为六四的应该要如何 像苏小康先生讲 讲更多的故事 学习犹太人的经验 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 跟精神存在 继续地延续下去呢 一厢请教 吴尔开先生 您怎么看 我想我不是文化人 过去这几十年 我基本上在很努力地扮演 一个角色 就是游说者 这样的角色 那么希望能够 让能够和中国对话的机构 我们当初呼吁对话 结果我们被赶出国 被关进牢房 甚至被杀害 那么过去 我们还是会找各种机会 像我本人用投案这种方法 希望能够继续对话 那么希望能够继续对话 然后呢 如果我们自己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有对话权力的 有对话渠道的人们 能够那比方说西方国家 能够继续做这种对话 这是我们的工作 那小康是一个文化人 那我们很尊敬的文化的这个巨拨 那当然他从文化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 但对于这位年轻人 讲说勿忘六四 我们能做什么 这个我同意 的确 但是就是勿忘六四 是勿忘的什么 不是只是勿忘当初 我们年轻人的梦想 是要更勿忘的是 当初杀害这些年轻人梦想的 这个政权 今天还在杀害 磨灭着你这个年轻人 你可能的未来的梦想 就是这个 当我在比方说我在西方国家 这个我前不久刚从澳洲回来 那面对澳洲 澳洲说我们不愿意 我们也听到类似的话 是法国总统 不愿意做美国的这个 附庸 附庸 我对于澳洲的 要战略自主 对对对 我对于澳洲的这些政治决策者 我给他们的呼吁说 我跟他们说 这跟美国无关 这跟中国有关 因为真正对你澳洲产生威胁的 不是美国 对你澳洲产生威胁的是中国 那么对这位年轻人说 五王六四好啊 那我三十多年 时间的确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时间的确是会让人慢慢遗忘 对此我们感觉很难过 但是时间也没能改变 当初的杀人犯 他之所以杀人就是不愿意给我们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还在继续执行 他仍然不会给你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我们当初想要的自由和你今天应该得到的自由 所以讲到最后 就算我们不讲什么五王六四好了 那至少面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专制 你总得要有立场吧 面对共产党的专制 西方每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吧 跟美国无关嘛 跟中国有关呢 跟六四无关 跟历史无关 跟今天有关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回答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 你能不能同 好的 感谢我开心先生 李翰青先生回应了网友 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您的看法 我想回应这个网友 同时回应刚才小康的提法 我觉得非常的好 实际上我就是想引用另外一个朋友 我刚刚在大使馆抗议的时候 另外一个朋友讲的一个 原来支联会的前主席 司徒华先生的一句 这个一段话 他说呢 在这个去这个 维员的这个纪念活动上 纪念晚会上 他就讲为什么要办纪念晚会 为什么要办纪念晚会 他就讲啊 他说二十年前发生的事 如果你是二十岁的这些孩子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三十年前发生的事 你们现在三十岁再年轻的那些孩子们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讲 我们要天天讲 我们要每年都要来 维员来祭奠 现在维员的烛光被共产党掐灭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这个维员的烛光 要在世界各地点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想开启刚才讲的 时间其实在我们这边 好的 那么苏小康先生也要不要回应一下 这个香港维员的烛光 虽然被中共的极权之下给扑灭了 但是这个仍然世界还有很多地方 在记忆着这个六四 当然刚才也连接到 吴尔开西先生讲说这是不只是中国人民的责任 也是这个全世界的责任 想请教您怎么从更宏观的这个角度去看 现在习近平的子权盛事走到这一步 是不是也其实戳破了这个西方过去 认为这个六四之后你经济发展 你就能走向民主这个神话已经完全破灭 西方对中共的绥靖主义是否已经真正的完全觉醒了呢 也想请教苏小康先生 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89年邓小平用坦克机枪 对付这么温和的学生之后 他又提出了一个深谋远利 卧心尝胆的对西方的一个谋略 叫做韬光养晦 对吧大家都知道嘛 这韬光养晦 我这些年我写了一本叫做鬼推磨 就专门讲 邓小平共产党的韬光养晦是大获全胜啊 他们向西方献上了廉价劳动力和中国生态资源两大透理 确实把这个打开了西方的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两三大门 可是中国从来不遵守规定 他们三十年之下 经济起飞 他现在变成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了 已经超过美国了 这时候美国至少一部分政客不是所有的人意识到他们上当了 可是我不觉得美国的所有政客特别是民主党 包括今天在台上的拜登总统 他还要跟中国做生意啊 对不对 你只要跟中国做生意 你就被中共吃 你的技术就被中共偷 对吧 这就是三十年的戏嘛 就是这么一丑戏嘛 我不觉得现在西方已经醒悟了 还不要刚才大家提到的什么法国 德国还要跟欧美 就跟美国和英国划清界限 因为那是英语霸权 法国和德国要搞自己的霸权 德国是最明显的嘛 他就不跟美国走嘛 共产党就利用这个 把大量的订单给德国给法国嘛 是吧 这两个国家也要用这个来解决自己国内的福利问题啊 对不对 不跟中国做生意 就是没有办法养中国国内的穷人啊 这是西方的问题 是吧 这个我不指望 我跟开西的想法不一样 我不指望世界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中国自己的人 我们要唤醒我们自己的老百姓 唤起那些农民工 那是共产党真正的大忌 唤醒了农民工 共产党就没辙了 沃尔开西先生您认为呢 苏小刚现在说跟您看法不太一样 还是寄望这个中国内部 但是您说国际也很重要 其实也要回顾当时的六四的历史 因为说今天要记忆六四嘛 当年其实大家还记得六四 刚发生不久 这个天安门广场 以前血迹可能还未干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 就派了国安顾问思考科罗夫特 秘防北京 这段历史很多人认为就是 这个现在很多人说 中共今天会变成这样子 西方可能包括美国要负一半的责任 您怎么回应苏小康先生跟您不同的看法呢 沃尔开西先生 我觉得农民工如果能够被唤醒 的确会让共产党 就会震撼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这一点我相当同意 只不过这个是不是我们能做的事 尤其是流亡海外的人 那我们讲说三十多年前 小康讲的我们得到天空 失去大地 那要记得我们刚刚逃亡到巴黎的时候 小康讲的话 但我们失去了大地这一点 也导致我们今天失去了一定的话语权 对于中国的这个 说实话流亡在海外 对于中国的农民工 我们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我们应该有一定比较清楚的印象 对一个概念 对自己的 所以但当然了 如果真的能够跟国内的朋友们 结合起来真的做到这一点 那是真的很不错 但我想也许鼓动全国人民 向政府施加压力 这样的一件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我们89年做过了 然后我们做到了已经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规模 和那个产生的影响力 那到最后得到面对的是中国的屠杀 那在今天 那我们这个功课做完以后 我们这些人 还是不是能够继续承担起下一波的唤醒全国人民 包括农民工反抗中国的这个责任 我至少不那么乐观 那流亡在海外又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己未尽的事业 那我个人的一个选择可能是说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各国 他们呢有一个好处 他们是民主国家 像美国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跟他对话 你可以跟他沟通 你可以让跟他讲理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游说他的选民 你可以去游说他的民意代表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海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我把我自己的任务定在这里 好的 我回到也博视线长期里 很新鲜跟我们今天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 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记忆和遗忘对抗 还有究竟未来是更多的寄望在国内的人民 还是也要寄望国际社会 或是内外的因素都要配合呢 跟我们进行三十秒总结好吗 好的 我想这个其实小康跟开心没什么矛盾 实际上最终还是一条 解决问题要解决的是谁 是解决的是专政政权 要解决它 你不解决它 最后什么都没用 那现在是八千过海 各显其能 而且像你说你能够游说外国西方政要 那么就游说西方政要 能够调动农民工 能够鼓动学生 那么就鼓动学生 然后最后还有一条 还得我们大家一块往前走 好的 非常感谢李恒卿先生 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节目 特别节目最后的一则报道 六四三十四周年 一部以天安门母亲为主角 其实也跟刚才这个 苏小康先生讲的有关系 这个舞台剧在台北演出了 叫做五月三十五号 那么是用文化的方式 来延续这个六四的精神 那么台湾剧团的负责人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 就说他希望透过这部舞台剧 来缅怀六四精神 让更多人认清 中共政权对人权的威胁 是不分对象 也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来看报道 香港舞台剧五月三十五日 描写的是天安门母亲的真实故事 剧中主角年迈的老妇人小林 在得知自己罹患绝症 将不久人事后 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做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不畏惧官方的打压 要赶赴天安门广场 公开悼念在六四学生运动中 丧命的爱子 这处舞台剧取名五月三十五日 沿用的是中国民众 在讨论六四时所使用的暗语 以一个不存在的日期 叙述那场发生在一九八九年 不能说的悲剧 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 这件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 他所在讲的就是一种极权的压迫 这个议题 它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事件 它可能在现在正在发生 它未来也可能会再发生 那我们要如何透过 我们共有的历史的伤痛 去避免下一次再度发生 五月三十五日这出剧 最早有香港团体六四舞台 于二零一九年在香港公演 当时场场叫好叫做 也获得多项讲座肯定 无奈港版国安法 于二零二零年七月实施以来 纪念六四在香港 也变成违法的禁忌 5月三十五日舞台剧 虽以中国六四事件为主题 但演出内容也融合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 禁歌及雨伞等道具元素 来与台湾观众及流亡台湾的港人 进行对话 并警惕示人认清中共多年来 是如何持续于法律及外交手段 来扩大对国内外人权的迫害 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 已经历时三十四年 多数天安门母亲终生 未能替罹难的子女讨回公道 对此身为5月35日 舞台剧监制的列明会说 这出剧最大的意义 就在提醒至人 唯有拒绝忘记 才能避免六四悲剧的重演 美国之音特别记者 文东 罗斯 台北报导 好的 我们再次感谢 今天三位来宾的讨论 提醒您来宾代表的是 个人观点不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